嗨!都活了!都活了! 我!你!你们就是在干嘛! 在2019年末,万代成品部发射最高规格产品系列解体降机 第一款RX93由高达就凭借着巨大尺寸、合金成品、究极赤感、解体玩法以及高昂的售价 领得了众多玩家的关注 虽然由于实物表现素质和性价比的问题 导致了这款十万牛在不少玩家眼中的评价能品算太高 但是光降机这个身份摆在这儿也确实造就出了一款神物 而白色恶魔无法摆脱的齿色灰心 时隔三年沙扎笔录切而至 它的到来让拼图变得完整 放眼官方各产品线的沙扎笔也都有各点各的经典佳作 对于这台机体MSN04就代表着技术迭代 而加持了解体降机头线的沙扎笔 官方反复强调 这次设计达到了新的顶点 当然价格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如果说十万牛是联邦的骄傲 那么17万日元的沙扎笔就是新结构的魂魄了 国内预定价直接飙到2万块 让不少玩家望然却步 解体降机牛高达和沙扎笔 你更中意谁 当然看我节目福利还是有的 不过这次降沙我就送不起了 来个青春体验版的R7沙扎笔就这样玩一下 大伙来过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哈 而官方特别制作的4分钟产品介绍 着重传到的这次沙扎笔 在解构之上再解构的思路 生命部呢也是迫不及待的项目 而咱们展现这三年的极大成 而接体降机这个代表 目前最高规格的产品线 是否能够持续引导下一个三年 今儿个咱们就一起来感受 这颗跨破宇宙的十色彗星 这次沙扎笔就这样玩了 You are not as tough as me Don't wanna touch your luck with me I think I've had enough to see I'm sick of all the bad thoughts People know or have not You are not as tough as me 换书抱上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抱了个空调外镜 这弥补的外盒实在是够夸张啊 牛高达放在边上都显得有些小巧 正反面对应产品的常规与节铁半身像 非常的低调 打开包装可以看到类似的线稿都 一面分为了主体和配件两项 把主体从盒子里抽出来的时候 还是被它这个尺寸给惊到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尺寸的沙扎饼 第一感官呢非常的震撼 一个人取出来还是有点费劲的 而这次头盒驾驶舱单独给了个盒子包装 头部感觉甚至可以当一个独立的图像产品 驾驶舱呢则是一个球加上标飞的小人 下下采用了非常经典的总拽造型 感觉集中演讲的场景历历在目 而NANAE的细节也非常的精致 除开和下一样没有面目之外 细节呢都很有辨识度 另外一个大盒子就是塞的满满搭搭的配件了 一共塞进去了五层啊 除开刹刀笔本体的配件外 大部分都是用于地台支架上的 捉迷书和刘一样给出了两本 一本是玩法介绍 而另一本则是这次傻傻比的开发手稿 以及设计介绍 把所有固件摆开 看着去确实非常丰富 但这还不算完呀 作为系列特色的配件包 其实在魂战时就埋下了糊笔 想要准备场景 想要更多武器 实际DLC已经见怪不怪了 反正啊就是便是发自搞前世吧 让这台MS站立之前 先需要按照说明书 安装驾驶舱 头部 浮游炮 以及燃料罐 还有腿部外甲后面的一个小部件 不知道为啥 这里单独给出了一个分件 傻傻比作 UC009-3C9总帅机 能配得上下药的终极座甲 放眼整个高达宇宙 它都足够闪耀 精神感应框架 赛可谬系统 高能Mega粒子炮 高出力杜尼炉等等一系列设计 凝聚了当时最尖端的技术 清理开发 巨大且强力 使它无论置身战场何处 都是破坏力十足的幻影堡垒 即便现在只是睡在格拉库中 也依然能够感受到 这台红色巨兽 所散发出的压迫感 傻傻比呢 毕竟是台人气机 无论是RG还是卡板 又或者是动画 各个版本的造型设计 都给玩家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这次截地降机 则给出了一个新的设计 造型上在不少地方 一改之前的圆润 强化了棱角感 准聚在保留了 沙渣比粗壮感的前提下 将身形比例呢 又一次进行了调整 拉长了上半身 让腰部更加突出 同时缩短大臂 让小臂的比例更加修长 裙甲拉长之后 几乎直接把大腿给遮盖住了 让下面的小腿外甲 显得更加巨大 而背后的浮游炮基座和燃料罐 在巨大身形的衬托下 虽然显得有些小气啊 不过准聚在视觉上 充满力量感的同时呢 又会显得非常有张力 对于浮游炮基座这个部位 如果觉得造型不够看的话 还能选择造型 更加魔改的配件包 这一波得共争一下了 酱牛当初已经被很多人 吐槽洗劫过多 但这款沙渣里 是有过之二物不及 准聚采用了多种红色 进行色差分色 外甲上的各种缝隙呢 也为它的可玩性埋下了浮笔 红色部分的漆面 采用了和酱牛一样的消光质感 但是红色的发色比较素 一眼看上去啊 甚至有种成型色的感觉 而在部分金属色的发色上 颗粒感呢比较明显 重用的漆面表现 个人感觉不太满意 在外甲之上 采用了近年来 非常流行的 镂空切换细节 和一样标识点缀 甚至啊 还有不少大块面的图案 呈现在眼前 还没爆甲的状态下 就已经渗透出了 非常大的吸气量 身高整体达到43厘米 比酱牛要高一点 共计3000个部件 体重上达到了4公斤 几乎是降流了两倍了 想玩 先得节省 按照设定 沙扎比全高25.6米 这次沙扎比比例上呢 正好达到了1.60的尺寸 拿出阿斯兰的自由钢弹 在投影比例下呢 就更能直观的感受到 沙扎比巨大身形 带来的震撼力 同时呢 也能感受到20多年的时间 在两者上体现了迭代感 不知道再过20年 会有什么样的高大 呈现在我们眼前 希望20年后 我们频道还在 那个时候继续啦 看回降杀本体 在开合时呢 就能感受到 戴哥这一时迫不及大地 把驾驶舱和头部 展示在玩在眼前 咱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头雕 顶端是个C型扣 拆装比较方便 底部两条动力管 连接到后老巢上 每一节都是独立的分件 拆开头部后 是动力管将外甲部分 连接在一起 内部没有太多细节刻画 整个面部啊 有简单的可侬关节 在打开眼罩后 里面的独眼呢 可以左右滑动 打开驾驶舱的固定器 里面的球形驾驶舱呢 就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 看到沙沙比的驾驶舱 被完整的还原 不愧是拖出型体 甚至啊 在说明书中呢 还特意提到 可以给牛高打手持 这不又给小A子 比贵了吗 这次将上的发光机构 只给出了头部两处 打开第一个开关 就是眼睛亮起 通过下面的透明件导光 眼睛发光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头顶的监视器 却没有一同亮起 还是挺遗憾的 另外一处发光 是位于驾驶舱的固定件上 打开舱门呢 就可以看到 驾驶舱里会被照亮 因为造型问题 这次沙沙比的发光表现呢 没有那么惊艳 亮点也不多 发光还需要单独拆下头部 操作起来有点麻烦 接着就是集体将机系列最为特色的爆甲结构 首先就是这个高激动模式 从头部开始 先把头罐翻起来 接着向外拉出肩胛突进器 突进器末端的喷口有简单的可动 而驾驶舰的肩胛也给出了一段拉伸 可以看到里面露出的金色细节 但造型应该也是喷口 而肩胛里面呢还能再翻出一个喷口 驾驶的造型一下子让我想起了那台 绿螳螂 下面来到胸口 需要把外甲先拆开 接着换第二个插槽重新安回去 不过感觉外观上变化不大 小臂部分可以分别展开上下两处外甲 露出里面的金色部位 而裙甲部分则是主打联动 下拉一片外甲 整个前裙甲会一起展开 扣裙甲同样下拉后 就会自动展开两处外甲和一个喷口 这里的外甲和喷口呢都类至堂皇 复位时需要先手动按回去 而侧军甲这里则是翻开外甲时 下面的喷口会粘动滑住 同时还可以看到内部的尾压感 腿部的展开部位不算多 首先是小腿侧面可以展开一个喷口 这里关节比较紧 得用点劲 接着是小腿背面 重新的外甲在展开时 会受到上面造型的干涉 打开时得注意角度使点巧劲 接着向两侧拉开 就展开腿部所有的喷口 这里额外装上去的这个布甲 非常容易崩开 感觉不安装也完全没有问题 最后来到背包 中间的单元可以向上翻起 同时下面会有一组喷口一同展开 两边的外甲横向滑动一小段 露出里面的紫色类构 这一部分的展开思路 有点类似于RG的设计 最后下面两根燃料罐 则是拉动就会连动展开四片外甲 同时下面的四个喷口 转动末端连动展开 上面展开后 降杀的第一阶段爆甲 高激动模式就完成了 和降流一般相称的捏甲造型 外表的装甲展开后 可以看到更多的类构细节 并且似乎是为了对应 有高大绿色的精神骨架 这次在江沙身上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紫色类构 并且变幕全身各处的大量喷口 也侧面体现了高激动模式下的大出力 不过飞步的这组燃料罐展开后的造型 像是把脸殖民卫星给挂身上了 这个模式下你可以打几分 接着来到第二阶段 舱口展开形态 也就是准备模式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打开头部的帽颜 也就是驾驶舱门 接着直接把胸口两侧的外甲下翻 露出你们的关节 而肩甲前后也能水平翻开 进一步展现内部机械结构 小臂部分在内侧还能展开一处外甲 同时手部可以下滑 拉出一段距离 这里有一个小机关 如果不展开外甲 直接下了手部的话 会从袖口滑出光束军刀的剑柄 这个剑柄看着还挺迷迷 接着来到裙甲部分 这里可以从背面拿出一组机械臂 机械臂上有简单的压感结构 也有常规关节用来活动 同时也可以握持住手部弹出的剑柄 转到背面 咱们来解体这对浮游炮基座 和设立一样 可以从中间打开 这里可以看到里面的三个浮游炮 在打开枪盖时 还会联动发生位移 并且和流高大的浮游炮一样 每个浮游炮都有对应的编号 安装在极左的固定位置 浮游炮按住上下两个部分直接挤压 四片外甲就会展开 同时前方可以看到 金属材质的炮管也一同伸出 在浮游炮展开后 还可以看到内部也有不少线线构画和喷构造型 回到极左 展开上半部分后 下半部分则是可以通过展开变形 成为一个机械臂的结构 内部有简单的细节刻画 以及紫红界面的涂装 机械臂可以握持单个浮游炮 提前出整备维护中的状态 窗口展开形态 作为基础整备样式 就是将高纪录模式进一步报夹 在此基础上 可以看到外甲下的更多类似细节 让玩家能够参与到 紧张整备的格拉扣现场中来 不过个人觉得 这个形态更多的 还是为了给最终解体过度使用的 来上分吧 真正的看点还是最为夸张的大拆截模式 首先得将支架高度调低 这个状态下必须依靠这下站立 这次从下半身开始 需要把当务领件连同前军甲一起整个拉出 这时下面的喷口单元和底部的零件可以翻出 调整一下位置就能全部展开 接着是腿部 这里的结构有点复杂 需要先把小腿外甲部分和膝盖分别展开 接着按下关节锁 把整个小腿进行位移变形 就能展现出更多的类似细节 这个关节锁和变形非常扣熟 并且说明书上的步骤也不算明确 上手时得仔细研究一下 毕竟连日本骄老奥都看不懂 不过这里从底部看的话 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管线排布 使用了较软的材质 机械味散得到处都是 同时可以看到脚部细节也非常丰富 并且和降流一样给出了一组抓地勾 不过应该不会有人特意去展开这玩意吧 接着把腿部弯曲成半蹲的姿势 这里还能看到大腿外甲有一定的位移联动 回到上半身把腹抱往下翻动 就可以直接打开腹部的外甲 按住背包部分和胸部骨架 把整个胸部向外拉动展开 这里分成了两段行程 第一段上半部分连同手臂一起向前位移 第二段则是进一步向前位移 可以看到这里内部有一组金属杆作为支撑 同时背部的内衬也有一定的细节刻画 而这里最具看点的还是足有两边 攻击八组压杆的粘动 这就是机械运动的浪漫 而胸口中部的结构可以简单的调整位置 最后需要把胸口上半部分 连同头部再一次向前位移 就完成了这次降杀所有展开结构 但拆解后的完全整备模式就是进一步解体内构 彻底脱离基础构架 从人形转变为更加原始的机械装饰 相比降牛 感觉这次才是真正体验到了解体的精髓 这个下蹲的造型配合胸部骨架变形位移 再加上裙甲上的机械臂 让这个解体后的姿态非常类似于叶音那样的异形感 仿佛一头即将被唤醒的凶兽 准备在战场上摧枯拉朽 配合格拉谷底带 忙碌的准备员们 光就这么看上去也是极具临肠感 正如宣传中所说的 是将宇宙世界的产物在现代唤醒 如老MG说明书上的岔头一般 现在终于能够在实物上掀开MS神秘的面纱 窥探内部的构造 就这么个状态下 对比降牛确实是有显著的突破 唯独比较可惜的是 整个内部细节都太过简单 很难让人信服 这是一大25米的巨型机械 该有的穴吗 来给这个完全准备模式上个分吧 接着就是这款江山的可动 虽然感觉这里都是快送的 不过还是得单独拿出来说说 从头部开始 由于两倍的动力管限制 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动的脖子 被直接给限制死了 两面的肩胛 这次和传统的肩胛不太一样 通过一个球关 链接在躯干上 完全不会影响到手臂的可动 而手臂这里是一个多重关节 里面这段关节可以简单前后活动 同时有小范围的平台 而中间的这个关节造型的部件 实际上是无法提供平台活动 只负责旋转 肩膀这里采用了一个齿轮关节 可以大范围活动的同时呢 也可以把持住大尺寸的盾牌重量 不过这个地方的关节 其实在解体过程中 就可以看到全貌 直接就是固定在内部的滑动5架上 感觉还是比较脆弱 不能放心的把玩 下面肘关节给出了三段式 但实际上的可动表现 也就比牛稍微强一点 不过这里呢 给出了一段压杆联动 还是很有感觉的 手部的关节没啥说的非常常规 这次沙沙比的手呢 倒是采用了完整的无知可动 将牛的手严格了几段关节 不过这一手的素质嘛 和拼装的一样 该掉还得掉 并且造型上 感觉呢 每根手指都有点粗 以至于握在一起 都有点费劲 来到腰身部分 这里由于造型问题 基本上没有任何可动 平转都被限制死了 跨部的可动呢 也非常有限 前提勉强打到常规水平 而两边跨部侧梯 加起来也就这个水平 屈膝也就是刚好 到解体半蹲时的幅度 脚步接地就更不用说了 都非常有限 看得出来 还这次杀杂比 也是延续了流的设计思路 把更多的可动结构 都留给了展开设计 本体基本上 只保留了最基础的可动范围 甚至呢 由于下半身太重 感觉啊 都能打起下快板了 不过对于这么一个旁人居物 他的可动如何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把它供起来 接地展示就足够了 接着是配件和武器 首先是光束战斧 作为杀杂比追剧特色的武器 这款战斧没有太多的机关 只有握柄可以拉伸 以及上面的部件 有简单的可动 通过握柄上的卡榫 实现握持 而副术的特效剑 已过有五个 可以用来还原光束服 不同的处理状态 就要建造性比较简单 内部通过闪粉来提升质感 另外也附出了 两组光束剑的特效剑 材持表现一样 并且同样给出了 不同处理状态的造型 接着是光束骨枪 这把枪 无论对比累格版本的设定 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魔改 在增加细节的同时 已让整体的造型 更具科幻感 强身为了和主体风格保持一致 使用了枪解色 收灰色等颜色 进行了色差分色 基本上只保留了 一个原版的外轮廓 强栓可以简单的活动 并且这次的扳机和降流一样 给出了可动 最后把枪也给出了 简单的可动结构 首先拉动枪头 会直接延伸出一段枪管 同时 下面外甲也会简单的位移 因为枪管上的部件 也是类质堂皇 所以在归位时 也需要手动复原 接着在枪身后半段 有一个银色的造型 可以按动解锁握柄的位移 在解锁握柄位移后 手提部分可以简单翻起 同时后面枪中尾部 也能打开 露出里面的细节 不过这两处的展开幅度 都非常小 除此之外 前后两个弹仓都能拆卸 实弹给出了诞生的细节 而光束弹仓 就没有聚集的刻画了 握起时 直接对准握把上的卡桥即可 不过这都快定价 20万日元的东西了 这个卡榫不能收纳 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啊 在展示状态下 看着也很扎眼 当然最具存在感的 还对是这块大盾牌 全高30多厘米 都比红扎骨高了 整体风格没有本领那么碎 但是也有不少细节和色沙分色 顺着还能看到 类似于散热口的结构 中间星级翁标志 采用了浮雕设计 而周围圈花纹则是硬 在此之上 还能看到MSN04沙扎笔的字样 顺道背面 细节不算多 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紫色精神骨架 盾牌和本体一样 也给出了爆甲设计 首先沙扎笔的字符 可以拿伸出来 接着进一步拿伸盾牌 外甲就会分为五块 连动展开 随之带出了一个细节 以及更多的精神骨架 不过整理来说 感觉还是不太够看啊 没有牛那么的解炮感 盾牌下方通过连接键 可以安装三枚导弹 同时也可以收纳光束战斧 替换掉导弹的连接键后 还能将光束战斧 当作武器安装在盾牌上 盾牌安装在本体之上 也需要使用到连接键 有简单的可动 虽然关节比较紧 但要把持出这么大的盾牌 感觉还是有些勉强 最后就是作为支撑 整个解体氛围的格莱库地态组合 第一眼看上去还是挺复杂的 但实际上都是大型塑料块 首先就是直接占据一整层 吸塑的地态板子 边上有降流铜管的名牌 看上去还是非常唬人的 但其实细看的就能发现 这就是和降流铜模 只是新贵的作为一圈边框 把整体地态面积称大 拆下这些边框后 就是熟悉的模样了 甚至还能看到 余留给金属名牌的位置 另外就是重度的机械臂 这些机械臂有简单的可动关节 有的就是纯纯的塑料壳子 剩下的还有一队灯组 和牛是铜管 一共需要四节气候电池 按照说明书上的位置 安装在地台上 并且配件中也给出了一些小盖子 后来填补没有安装的地方 另外配件中也还是给出了一组准备员 虽然数量上没有留给的多 但是作为分尾组还算够用了 通过附属的铁丝 就可以挂在地台上 把主体安装到支架上时 需要打开档幕外夹 其实这种跨部和支架上的凹槽 把主体直接放上去 并且把外甲归位 其实这个支架就真的只是个支架 完全没有布定在上面 其他部分的机械臂 则是和降流一样 可以用来说来展示各个武器和盾牌 比起牛那一圈带过道的准备台 这次刹刹笔的准备台 就虐约性寒酸 只有主要两侧的大平台 展示起来氛围感 还是差那么点意思 难道这是为了表达 星际翁经营紧张吗 不过在整个地台的最中心 可以装上总帅的演讲台 放上总帅的小人后 马上就有了故事感 这其实不就打捏住了吗 经过了三年的沉淀 进一步释放截铁的概念 分随着每部外甲与骨架的释放 它们所构建出的完整机体 让眼前的红色巨兽 不再只是浮于纸面上的笔笔画画 如沙扎笔代表的星际翁荣光 再一次推动了基础迭代 将镜头使用到机身内核 由内到外地感受 MSN04的血与肉 金与破 终于一切的一切 只为此刻它的宿命之战 吹向中烟的号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tube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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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品部依然在熟悉的12月 带来了他们的终极大招 牛高达与莎莎比的世纪对决 也在结底将基这个系列中完成谢幕 瑞斯莎莎比最大的亮点 集中在了巨大的体型和完全展开的结底摄像上 可痛啥的那都是宋内 对比牛的价格直接翻倍 在体积上加大轻量的同时 设计上也确实达到了成品不曾有多的巅峰效果 不过这毕竟是关价一万出头 再加上筹获快两万的东西 有不少敌方依旧无法做到让人完全满足 还是挺可惜的 而熟悉的配件包们已经在安排的路上 小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这个系列也会以主权贪量为主 当年许愿杀这笔的将来们也无怨一场 那么下一款节点将近 你们想看到哪台集体 我先来原作好了 已经类似永恒的经典 好了又是鲍甘制作的一期 这一期拍摄制作太花精力了 求一波点赞头 并收藏三年呀小伙伴们 那大家对这款江沙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区讨论论论 另外本期呢 我也会缩出一盒青春体验版的 RG沙沙笔抽奖送给大家 记得一会儿来我的空间动态 抽奖试试手期了 那我是小鲜米 咱们下期高达时间 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